随着城市羊虫现象的增多,被遗体的宠物数量也有上升的迹象,有一些热心的街坊就专门收养那些可怜的流浪狗,但收养的流浪狗数量多了,如果处理不当,就容易和和邻居产生纠纷。 前几日,记者接到大亚湾一名李女士电话,说她就住的13条流浪狗,在小区里分两次被人毒杀了,李女士在深圳上班,四年前,她在大亚湾的海豚湾小区买了一套房子,简单装修后便住了进去,一同住进新家的,还有15条收养的流浪狗,虽然明显经过清扫,但在李女士家过道上,人散落很多狗毛。 围栏上也有不少狗抓过的印记,空气中飘散着难闻的气味,李女士表示,狗狗是在7月20日,被人下毒害死的,李女士说,肉糊了一种红色的毒药留意,放在阳台,楼梯处,她没留意。 仅仅一个下午,9条狗就死了,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,让李女士不能容忍,李女士说,她家的锁被人撬开,她出门买锁回来后,发现,紧剩的6条狗狗又死了4条。 小区物业主管张先生说,他们物馆公司没有毒狗,也叫他们监控录像,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。 据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介绍,女子生有流浪狗已有几年时间,最多是有30几条,给小区居民带来了很多不便。 小区物业主管张先生说,狗始终在楼街间撒养,一个是卫生状况堪忧,另一个是孩子上不了这个楼层,回补,了家。 还有一个问题,是他每次回来饭狗喂食的时间,都在后半夜凌晨一点多左右,每次都持续饭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。 有小区业主表示,养狗他们不反对,但要保证环境卫生,不能只养不管。 小区业主说,要养狗,咱们要好好养,注意卫生,别打扰到邻居,尽管有业主提出意见,但是大家对毒狗事件表达不满。 李女士受养的小狗接二连三被毒死,这使得她的精神受到较大打击。 目前对于仅剩的两条小狗,李女士寸步不离,生怕再遭不测。 律师建议,李女士应该尽快到公安机关报案,来袁慧州电视台第一直播室CM的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谢谢大家。